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价4.694 澳币对美金也继续走弱 目前报0.671 尽管在今天凌晨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疫情为世界 国际突发公共事件 但是在世卫组织评价 旅行和贸易的限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之后 暂时缓解了市场对于经济的担忧 美国三大股指分别抹去之前的下跌 最后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道琼斯指数涨幅最高达到0.43% 目前报价28,858点 那大家最近也是非常关心这次的疫情 并且这次疫情确诊的人数 也已经超过了03年非典SARS的确诊人数 但好消息是 前天墨尔本大学的实验室 成功培育出了新型冠状病毒 将决定未来的研究的疫苗是否有效 今天我将从一部类似疫情的题材的美国科幻灾难电影传染病出发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针对此次新冠病毒不同的看法和角度 这部电影是在2011年上映的 讲述了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的故事 尽管整个电影处于虚构 既没有为救亲人连闯八关的英雄 也没有热血沸腾的抢救的场面 但是电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描述了一场病毒爆发之后的众生相 人性的考量也在瞬间被成倍放大 当不同社会角色甚至是家庭角色轮番登场 真相和谎言温情和冷漠也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比如一个身为美国疾控中心对外发言人 他面对镜头虽然有政客般的圆滑 却也有普通研究人员对待生命的同情和尊重 甚至不惜违背规定 提前通知妻子从重灾区戒严前 提前撤离 最终他放弃了自己因特权得到了仅有的一支疫苗 给了一个清洁工的儿子 又比如一个带着英雄假面的网络自媒体人 他声称自己染了病 但是被中药连翘治愈 全程网络直播导致了民众去药店疯抢 他指责政府和制药公司互相勾结 通过疫情谋取巨额利润 但自己却靠这样子的虚假的亲身带货 来大发国难财 还有一位被派往病发地的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病毒的爆发地和当地的官员距离力争 来为受感染的民众争取到了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结果意外发现自己也被感染 他原本有机会能够被带回条件更好的中心城市治疗 结果被告知唯一一架有隔离舱的这个研机被某个受感染的华盛顿议员征用 最后他只能戴着呼吸面罩 在他自己争取来的医疗中心孤独从容的死去 这里我们回到刚刚说的这个澳大利亚培育出的新冠肺炎的病毒 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过程 首先要从病毒感染者的样本中分离出病毒株 筛选出合适的来生产疫苗的毒株 并且便于日后生产疫苗时增值培养病毒 那疫苗的种类有很多种 一种是咱们常见的减毒疫苗 是用物理手段杀死病毒 另外一种也叫活疫苗 是用基因突变型的病毒 让原本病毒的毒力下降 从而让健康的人身体产生抗体 在电影中那个可怕的病毒 这个致死率达到了25%到30% 预计全球十二分之一的人将受到感染 但我们都知道疫苗从审批 到找到合适的志愿者做人体实验 再做观察 最后投入生产 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那在这半年的时间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又会感染而致命 于是电影里有一位女科学家 为了节约时间扎了自己一针 幸运的是这个疫苗作效了 这个就是属于战斗在前线的 英雄群体的光辉 就像是03年的SARS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仍然逆行前往武汉支援的医护人员 他们可能都是谁的父母 谁的妻子 谁的丈夫 或者是谁的孩子 却依然要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 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当然这个电影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新投入生产的疫苗毕竟产量有限 第一批疫苗将在90天内交付 全球这个病毒在当时已经夺取了 全球260万人的情况下 谁都想要先得到疫苗 于是又有了人蒙面大汉 入室抢劫疾控中心发言人的家 以为像这样的高管 家里肯定会有很多疫苗 结果发现却一直都没有 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 又被绑架到了香港某个偏僻的小村庄 村民呢 因为村民们想到了疫苗会有优先 这个鄙视链 并以人质为要挟 要求获得第一批疫苗 结果最后发现得到了一箱安慰剂 还有前面说到的 谋取私利的网络自媒体 因为散播谣言 误导民众被国土安全局抓捕之后 却为千万粉丝保释出来 我相信这部以SARS非典为启发的 2011年美国灾难科幻电影 能带给我们现实生活中 无尽的思考和反思 如果谋取私利的狂人 或者自以为了解真相的网络自媒体 有了千万簇拥 他们的行为又有谁来监督呢 如果灾难来临 面对有活下去的机会的时候 少数群体是否能获得更多的优待 比如更早的拿到致命病毒的疫苗呢 如果为了保持社会相对稳定 防止民众恐慌 但却和事实相悖时 民众有没有权利在第一时间知道真相呢 那我觉得咱们看的这个听众朋友 或者说观众 对于以上的这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或者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但我相信有一个想法是我们共同坚信的 这次新型肺炎我们人类 终将也能够挺过去 但是真正的病 我觉得就是人类自以为是大自然的上帝 这个病如果治不好 那人类也将继续百病重生 而且生生不息 那这里呢 我们要跟大家最后介绍一个这个股票 也是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 一直跟大家介绍的一只澳洲的这个生物医疗公司 叫做CSL 那从去年呢 180多美金涨到了现在310多美金 主要呢 这个产品 这个公司 他被我们熟知的产品 像是这个血浆制品 比如人血白蛋白 人宁血因子等等 还有疫苗 比如是预防季节性的流感 预防禽流感 比如说H1N1 破伤风 宫颈癌 甲肝乙肝等等 但是其中啊 其实CSL中有一个产品 却被咱们忽略了 那就是进驻人免疫球蛋白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进驻人免疫球蛋白 俗称菌柄 是从大量健康人群混合血浆中分离得到的浓缩免疫球蛋白制剂 目前啊 这个治疗已经扩展到多领域的免疫替代治疗 抗感染 抗炎 以及免疫调节治病 比如是白血病 艾滋病 乙肝肺炎等等 那相信不少啊 咱们关心这次疫情的这个朋友 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 一些被治愈的患者或者是家属的资助 其中呢 就提到了需要购买这个进驻人免疫球蛋白来交给医院 给患者注射来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病毒 那这个产品呢 每瓶啊 售价差不多是500到1000人民币不等 一天可能就要消耗8到10瓶 尽管啊 截至目前为止 对抗这次新型肺炎的这个治疗 没有特殊的这个特效药 但是呢 对于确诊患者治疗的药物有什么 却一直受到我们大家的关注 那在1月25号呢 北京协和医院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诊疗建议方案2.0 那方案中呢 是肯定了静脉的进驻人免疫球蛋白的疗效 并且啊 也提供了治疗剂量和治疗日程 用来规范全国各地的医院来诊疗患者 那根据2019年CSL发布的年报显示 CSL的免疫球蛋白产品的销售额 在19年上涨了16% 达到了35.43亿美金 但是呢 因为1984年受到全球艾滋病爆发的影响 中国限制了除白蛋白之外的这个血浆制品的进口 但是非常聪明的是 这个CSL在2017年通过收购一家武汉的时候 人物医疗公司武汉中原瑞德80%的股份 进入了中国市场 那根据17年8月收购完成的这个公告显示 中原瑞德在武汉拥有四个血浆生产站和一个生产厂 用于生产白蛋白 进驻人免疫球蛋白和超免疫球蛋白产品等等 在2016年的营业额呢 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美金 那根据2019年国员证券发布的这个4月份 中国血液制品行业深度报告 目前呢 中国血液制品企业的第一梯队 像是这个天堂生物 上海来时 华蓝生物等 它生产的这个净饼蛋白的浓度啊 只能达到5% 而像CSL 它的这个生产的产品呢 Privision 它能够达到10% 根据CSL披露的财报 从2013年到2019年 我们能够看到啊 CSL公司总体的盈利和净饼的销量 呈现了一定的正相关性 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 中国临床文献增加对 这个进驻人免疫球蛋白产品的这个普及 以及相关医生的了解 这个产品呢 我相信会在接下来迎来更加持续稳定的增长 也会给CSL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 那当然也由衷的希望啊 像CSL作为这种顶尖的生物医疗公司 能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这个战场中 帮助我们的医护人员研制 生产出更多有效的药品和疫苗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